門診在後診的時候他就昏倒了 你看我是不是急死我了 還沒輪到他看他已經昏倒了 我們趕緊來搶救啊 我們用什麼搶救啊 我的機舊包裡面有三支精油 他們叫機舊三寶 我不能這樣講完 我機舊包三支精油 第一隻 香蜂草 馬上香蜂草給它 給它這裡塗 第二隻 香味一檀蝦給它聞 給它胸口給它抹 跟它做頭疗 還跟它做手疗 不是手 做手疗 我們兩個學生一個抱著他 一個馬上就給他做 做了以後他有點醒過來有點知道了 當120來的時候 他抬上車的時候他已經醒了 半個月以後他又來了 我叫你來了 你看我醫院裡支架裝好了 他說我真的謝謝你們 那天不是你們 我早就掛掉了 我上了救護車的時候 我就聽到醫生在講 這個人身上好香喔 因為我們給他塗 什麼 塗香味一檀香 香味一檀香 香味一檀香我們講 他的作用是背板鐵唇 背板鐵唇 95% 他能夠透過血腦屏障 報答我們的大腦 他的芳香的氣息比乳香來得快 我們嗅覺來得快 我們乳香這個時候也在用 但是這個時候比起香蜂草 我們叫香蜂草是心臟起泊器 生命的萬靈丹這個時候就起作用了 我們乳香一起上 把這個人的命搶救回來了 我們給他爭取了搶救的時間 給了醫生治療的一個時間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急救回來以後 還是要叫他去看病 是不是這樣的 我們也有的夥伴 在近視的時候給我打電話 陳醫生 陳醫生 我要什麼事啊 我救了一個病人啊 等一下我那邊紅燴醫院的醫生 還沒給他救過來 哎呀我用鏡油給他用我 他就醒過來了 哎呦你看我聽了好高興啊 比我們醫生都來死了是吧 就是一般的我們的用油者 這並不是讓我們醫生好用 你們也會用啊 對不對啊 把他救回來了 所以我們這樣在緊急的狀況下面 醫生也找不到 左右沒有人的時候 這個時候精油非常好 我們最近這個夥伴 在我們群裡一直在分享 他自己也是個大學老師 他自己是死裡逃生的 嗯 病梗 病醫生的病 在醫院裡都知道了 出了名的 那麼現在不行了 人一點力氣都沒有了 我們就給他用 給他用精油 然後給他做方箱條理 做頭療 反正是能用上的我們都用 十八萬五億我們都用上了 慢慢慢慢恢復得非常好 他嘗到了這個甜度 剛好他媽媽那天中風了 一下混過去了 他想到了平時怎麼樣要急急急救的話 他就按照我們講的香蜂草 這個野菊啊 乳香啊 還有香味財香全部用上 給他救回來了 三個小時就回來了 昨天前天 他媽媽又中風了 第二次中風 第二次中風 他急死了 又給他搶救 又用所有的精油都能用的都用上 最後又加了永久化 因為永久化 他的抗氧化這個能力非常強 而且活血也止血 他不僅僅活血啊 他也止血的功能 所以他給他搶救回來 真的死裡逃生 他用精油 搶救了自己的老母親 他非常開心 非常有成就感 我想你在群裡分享啊 所以他在群裡分享 所以講 我們精油不是一樣 但是有的時候 他能起到藥物不能起到的作用 這個我們要承認 他的這種什麼 在緊急狀況下 所發揮的一個作用 一旦我們這個病情轉換過來以後 我們還是要找醫生看的咯 不要以為這個救過來就沒事咯 這個病還是有的 只不過我幫他救醒了 救醒以後後面後續的治療 還是要怎麼還要找醫生的 這一點我要強調的啊 不要以為我們精油救回來就沒事了 不是這樣一回事情 記得點贊關注哦 做到我這個門